星光背後 梁泰來 紫色的天空 探灰的海角 有一個浪漫愛情故事 周啟生創作過不少以人名為歌名的流行曲 除了這首Anna 譚詠麟的Elaine 太極的Crystal 都是出自周啟生的手筆 巧合的是周啟生有過三段婚姻 第二任太太梁晶瑩的英文名 正正就是Crystal Anna 天天想你 我的眼淚 未能收起 其實我想問周啟生 你當年獨立當歌手的時候 第一次出來當歌手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你結婚吃虧 其實沒有 我從來都不當自己是偶像 我小時候喜歡許冠傑 有些人會說你娶老婆 唱歌會問我 SAM是老婆 沒錯 我又覺得沒所謂 其實如果有些人喜歡你 你有老婆他也會喜歡你 到現在為止 周啟生有過三段婚姻 是 很多人會覺得你結婚的三子婚 就是花心、花美 不好的男人 你自己又覺得怎樣 每一段婚姻都不少於十年 這樣也算花心? 不算了 我其實第一段婚姻一定超過十年 第二段十幾年 第二段婚姻結束之後 真的有一段半年時間 是我獨居的 跟兒子 不是獨,是跟兒子 那段時間 似乎真的有幾個女朋友 一輩子都沒試過 我經常說笑 男人離婚很開心 這段訪問不要讓他現在老婆聽 不是,真的這樣說 是開玩笑 你覺得你之前兩段婚姻失敗 原因是怎樣 周啟生 第一段是太早了 第一段婚姻 二十歲 對,太早了 好像想結婚而結婚 當然最大的禮物 就是生了一個大兒子 大兒子現在很幫到我 很乖 因為他現在是樂壽之一 對,他編曲很勤奮 我覺得是獎品 但你曾經有一段長時間 沒有跟兒子溝通 因為好像是 你第一任太太不讓你們見面 他不懂做 他現在跟我道歉 但現在修補關係 我跟大兒子的媽媽都很友善 但當時我跟兒子 跟他玩七、八歲 是嬰兒子 跟我再見到他 他跟我那麼高 發了欲 那個階段就是 他媽媽不懂得思考 所以我呼籲一下 離婚而已 不要因為這樣 而不讓爸爸見兒子 任何兩邊都不要 將這件事變成了報復的手段 我想問阿蘇 坦白地為了 會不會是為了第二任太太 而同第一任太太離婚 都不是正式是這樣 就是關係 我經常說 相處 完全是溝通 我覺得兩個人一起 溝通很重要 我第一個太小過 太小過 到第二段婚姻 當時就以為是好的 以為選擇 有首歌是否你作給他的 Crystal 那首歌又不一定是這樣的 當時作一首歌 幸運遇上 我最愛 恩葵寫的 大哥 恩葵他喜歡寫什麼 當時我們作一首歌 去比賽 就想想 不如做一首很戲劇的歌 我們開會聊天 不如兩個男生追女生 跟著就提出了 不如聽一下 The girl is mine Paul McCartney 和Michael Jackson 好…行…行…行… 那就來吧 就這樣 有些日子是開心的 但真的很難… 不懂怎樣說 相處問題的位置 一旦有問題 你不要以為將來會好 原來有些問題 那個問題會增加 你不去解決 你不去面對 是的 而且我又太遷就 我現在反而和我現在的太太 很直接的很多事情 她有時會很生氣我 想打死我 但我說你這樣 你看清楚我是怎樣做 不然我一直忍著 那一口氣 到有一天我受不了 我就會離開 我想溝通 兩個人相處很重要 要面對的問題 是的 要坦白和直接 當然兩個人都要付出一百 一種不能夠說 我之前的兩段婚姻 都是…好像大家… 我… 未認識了解 是的 我好像付出了很多 她也覺得自己付出了很多 好像兩個人加起來 都未夠一百 我認為我現在這段婚姻 我經常吵架 剛才臨出不認識吵架 但譬如你… 到你說想和第三位太太結婚的時候 那你第三任太太 有沒有… 害怕的呢? 她不害怕 我外母害怕 是的 我外母直接不肯 不喜歡 當然了 怎會喜歡呢? 我長大了她二十年多 但你們其中一個 我覺得共通點的原因 就是她也是一個樂手 因為她音樂很厲害 是否這件事 令到你們溝通得很… 還有呢 其實音樂當然好 兩個人有共同的話題 說同聲同氣 還有一件事好 就是我太太她 她是一個很懂得遷就人的人 就是她讀很多書 不等於讀很多書的人 就一定是甚麼 但是如果沒有讀過書的人 的確未必有的 她有很多東西 就是可以學會 就是無論中英文 無論各種都好 就變成了 在我的生活裡面 她幫了很多東西 幫了很多 批評很多東西 甚至是 這些不好 這些不好 就是我稍微她說不丟架 這個就好了 就是她說不失禮了 但是譬如周恢生回望 你每段回家都有一個小朋友 是 會不會是遺憾在一件事 就是你第二個小朋友 現在十八歲左右 差不多 是有少許閱讀障礙 很多的 她不止這個問題 還有一些自閉的行為 會不會令你一個時間很累 很辛苦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其實現在要照顧她 還要做得自己更加健康 更加年輕 就是我要看她 我希望我有一百歲 我還可以對著她 看多她四十年 那現在譬如 周恢生 就是看著兒子 都十八歲 你還會不會擔心她的將來 擔心的 始終都有擔心 但是疼她 而且她高大英俊 我很喜歡跟她在一起 她大她還是寶寶 我跟她兩個去旅行 每年都起兩次 起碼 她會把兩張床 推在一起 抱著我 插插插插插插 總之插插插插 玩了一段 還很像嬰兒 現在有兩個 就是一個女兒 會不會再生第四個 不要搞 不要搞我 夠辛苦 現在女兒已經是七歲多 又很高大 很健康 我覺得我再遲兩年 十多歲 脫身 我們夫妻可以享受一下世界 那跟太太 譬如跟你 或者家庭 你還有什麼目標想達到 周慧生 我自己 最重要是家庭 朋友 然後我很希望 教育 我很想把我 這麼艱辛磨練回來的音樂 去教其他人 這麼久你都不收徒 收過很多個 但不多誠氣 大多數學幾招 就不想學 就搞定了 很難找回一些 像你當年 對 跟輝哥那種精神 根本不講錢 不介意 好像我記得 Sam第一次找我 跟他巡迴美加 他說 如果誰 Wallace過了身 周慧連 一起去 我就可能要收少 不知多少錢 不要緊 你付多少就付多少 我們根本是享受 現在年輕人 不肯吃虧兩個字 是的 不肯吃虧 你不肯吃虧 怎麼學到好東西 不肯捱 你也不知 我講了 跟輝哥那五年 那種辛苦的狀態 是天天都不夠 最高的紀錄是 72小時 不停工作 沒有睡過一分鐘 死了 我記得那時候 那些朋友 在十五、六歲認識我 到了我二十一歲 二十二歲 就來出碟的時候 哇 你借了那麼多 他說 周慧先生以前很英俊 我有點不開心 現在還好 現在好一點 回心一想 就算再老十年也值得 更廢話 說真的 現在我很想教 我現在希望在國內 回到國內 大規模地搞教育 很多東西 爵士音樂 搖滾音樂 電子音樂 古典音樂 流行音樂 現在根本上 沒有人練琴的 我很想教他們 我希望 今天多謝周慧生 這個 我們一代的音樂奇才 創作天王 幫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真的 傻佬 最後送一首歌 歌名很配合 我希望你和你太太 天長地久 謝謝周慧生 周慧生謙虛說自己不是天才 只是給一般人勤力 所謂一分天才九分努力 我認為周慧生在音樂上成功的經驗 還教會我們做人最重要不怕吃虧 正如當年他在顧家輝身邊五年 從來不問收獲 只要付出 才有今天的成就 凡事不要太過計較 要寫才有得 今天星光報有個內容 大家可以去到 881903.com的視電台 星話同步重溫